果然是做出来了 爱情四公乃造福万民之举 这下如何是好 要不我们还是停止罢试吧 虽然制造局抢了我们的生意 但现在制造局还没做大 我们也还是能赚点钱的 这要是让制造局真的把所有职工都招走了 制造局再一扩大规模 就彻底没我们这些私营脂肪的份了 只能停止了 不但要停止 还得给这些职工们加工钱 还得让我们的制品降价 降得比制造局的低 朝廷是真的用忌毒了 我竟没想到 他们会想到把这些职工招走 变成自己的工人 我们明显考虑不周 只注意到罢市会给朝廷造成的麻烦 却忘了考虑朝廷会花重金招走工人 难怪这些天我们组织罢市 工人闹事 各大官府接不动 原来他们早已有对策 我们都被朝廷给耍了 确切地说 是被朱友俭这个暴君耍了 无耻的制造局 贪财的暴君 这样的朝廷 怎么就没有被剑奴给灭了 好大的胆子 敢这样评评朝廷 来辱骂君父 我犯了何罪 你凭什么抓我们 饶命啊 饶命啊 求求你们放我出去吧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们是要行训逼供啊 我徐下在朝中是有人的 你们不能胡来 我林家也在朝中有人 我们是江南雷市官僚之家 殷勤市交不乏高官显贵 你们东厂不能乱来 你们也别以为自己是世家大祖子弟 就真没人敢把你们怎么样 我东厂处置的达官贵人可不少 何况就凭你灵芸精说的话 也够让你人头落地 如果你们能老老实实交代 自然是不用受这些痛苦的 没准还能被宽大处理 当然 如果你们谁能揭发谁 还能立功 他 一切都是他主使的 他组织的商甲罢市 他还缩使他人 杀了制造局的三十万匹支部 我可以作证 你混账 竟这么轻易地把老子给卖了 老子掐死你 这位爷 您明鉴 这件事真的跟学生没关系 都是徐林徐家大公子一人所为啊 你们放了我吧 放了我吧 求求你们 陛下说得对 这些权贵士族有懦弱的属性 在陷入绝境时 什么都会出卖 严审徐林 慢着 我招就是了 张慎言 你是刑部尚书 你说说 徐林和林云京二人该当何罪 回陛下 按例 烧毁官仓者当销售 先超莫其家财 折价赔偿 知情不报者当徒刑 你指 将徐林和林云京二人隔出功名 主犯徐林因烧知品 以及怂恿商甲罢市 和失业之工闹市 判折刑 而重犯林云京销售 并超莫家产 以弥补知品被烧毁后的损失 请不上书上尘言 尽快处决这二人 以正式听 遵旨 时辰已到 行行 陛下 饶命啊 臣知错了 臣求再宽大一下呀 我不想死啊 陛下处死了林怀侯 看似在维护朝廷刚记 其实是在偏袒我们这些农民军 这样一来 南方士族 无疑会更加记恨我们 恨不能处我们后看 而我们就必须更加感念陛下恩主 为陛下赋藏捣谱 不然 陛下就会以我们办事不利为由 处置我们 陛下这样做真是阴狠 这不是摆明了 继续逼我们与士族为敌吗 不能这么说 陛下这样做乃阳谋 所有的阳谋 都是摆在明面上 是个人都能懂 但是我们也只能咬牙遵循 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只要陛下再一日 就会让我们活一日 为他杀贪官除去不听话的士族 我其实更担心的是 一旦陛下这样打击权贵士族下去 一位为老百姓牟利 得罪了全部权贵士族 最终惹祸上身 我们该怎么 到时候一旦换了新皇帝 只怕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这么说也是 那我们该怎么办 选择忠于陛下 我希望大家都记住 跑摇齐兄弟的下场 宁可为陛下卖命 也不要相信那些权贵士族 不要被他们收买 否则到时候坏的不仅仅是陛下的大事 也会害了我们自己 放心吧 连大哥 我刘体纯就是死 也不会跟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权贵士族混在一起 谁要是敢和这些权贵士族狼狈为奸 也别怪我刘某 不认他这个兄弟 没错 吃皇上的饭 只为皇上办事 陛下的态度已经很明显 我们之前为他卖命 与红尘仇血战 守住了南京 陛下就为我们杀了林怀侯 站在了我们这一边 所以这次加征伤税 我们也要尽心满城 让陛下继续倚重我们 只要这江南的权贵士族一日不听话 陛下就会继续重用我们 李延大哥说的没错 我们听你的就是 宋鹰兴和吴又可来了 宣他们进来 是 果然是做出来了 爱情此功来造福万民之举 非一所思 非一所思啊 原来世上竟有借天光而未能视之戏物 可见一夜一菩提 一花一世界 真有其理乎 真记得吴太医所著 温义论 言所谓利器乃治温义治油 以朕看 这显微镜下能看见的这些细小之物 应该就是利器之一 可能会被人喝入口中而治病 也能由鼻口吸入而治病 难道真有陛下所言的细菌与病毒 陛下所言极是 臣今日耳目一新 臣恳请陛下 让太医院拥有一尊这样的显微镜 臣想仔细观察观察 这些细微之物 准奏 据朕所知 有一种青色模样 并在显微镜下 如扫帚一样的细微之物 可抑制其他细微之物生长 乃真梦中所得天出所计 吴太医可以找找这种细菌 或可成为致病良药 是 不由简则问起 宋颖星关于争气机的事 回陛下 甚为艰难 主要是气密性不行 还有就是散热太快 转动速度 不易控制 问题很多 慢慢来 不必着急 但不能懈怠 无论花多少精力 花多少心血 都得做出来 是 传父王朱优松 是 见过陛下 皇兄 现在各大百货商铺 扩张的如何 回陛下 已经扩张至杭州 松江一带 另外 南京现在的百货商铺 又比上个月 新增了十家 而怀安也增加八家 现在因为这两地 商税试点加征的缘故 许多店铺都开始涨价 以维持原有的利润 但因为我们百货商铺 按照您的吩咐 坚持 薄力多销 与造福百姓的原则 没有涨价 所以如今啊